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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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即将代表中国队去参加东京奥运会该项目角逐的选手 D号把位来自江苏的崔玉杰 同样是江苏的本土选手 他身边一号把位来自广东的曹丽佳 是2018年全国设计总决赛的第三名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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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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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看到画面中运动员正在进行试射 试射会进行五发射击 那么试射结束之后 本场比赛将会正式开始 与此25米手枪的决赛也是采用淘汰制 首先会进行四组的射击 每组五发 那么单发10.2环算是命中 A号把位来自江苏本土的选手史静怡 首次进入本项目的决赛 B号把位来自江西的雄亚轩 2019年全国设计锦标赛冠军 B号把位来自江苏的本土选手崔玉杰 他在之前今年的2021年全国设计冠军赛中获得过该项目的冠军 B号把位曹丽佳来自广东 2018年全国设计总决赛第三名 B号把位来自江苏本土选手崔玉杰 B号把位于卓锦惠来自河北 首次进入该项目决赛 B号把位刘瑞来自湖南 2020年全国设计锦标赛第二名 B号把位来自福建的张静景 2019年世界杯总决赛冠军 B号把位是来自四川的王清清 2019年全国设计冠军赛冠军 B号把位来自福建的张静景 2019年全国设计冠军赛冠军 B号把位来自四川的王清清 2019年全国设计冠军赛冠军 B号把位成全国设计冠军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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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军 我们看运动员即将正式开始比赛 那么首先会进行四组五发的射击 每发是十点二环 其以上算是命重 四组结束之后将会产生本场比赛的第八名 以此类退之后的每一组排名最低的选手将会被淘汰 本场比赛将继续由潘琳和邱健为大家进行现场解说 大家好 这里面就是决赛的前八名里面 有两名江苏本土的选手 对对对 还有就是有咱们那个杯战奥运会的地方 对 熊亚轩来自江西在B号把位 鱼子曼加速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国家的强盗 就是我们之前有很多要熟悉的选手都获得过这个项目的非常好的成绩 对 我们这个项目的资格赛世界纪录也 我们下个什么时候 我们下个柜 我们下个柜 那么简直 殆利 运动员已经进行完第一组五八的设计 女子25米手枪在资格赛阶段是有两个阶段的比赛 分别是慢设和速设 那么决赛呢都采用的是速设的形式 但是是以命中和非命中来进行判断的 运动员是激发到十点二环及以上下算命中 否则则不计入得分 运动员开始第二组五八的设计 大家现在看到画面中 左手边是来自 紧琳她的是来自福建的张静景 这都算是国内比较有名的老将了 1988年出生 现在33岁 我们看到经过前两组的设计之后 熊亚轩目前是位列第一八中 那么熊亚轩也是保持着该项目决赛的全国纪录 是在2019年全国设计总决赛中创造的41中 看到画面中穿紫色上衣的史静怡 也是江苏本土的选手 是所有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 2003年出生 今年只有18岁 他身边就是全国记录保持者熊亚轩 熊亚轩的这个全国记录 也是高出了世界记录 这个项目的世界记录 是由美国军手创造的40环 也是在2019年 美国军手创造的40环 运动员已经进行了三组设计 目前熊亚轩还是以稳定地发挥位列第一十二种 位列第二和第三位的分别是湖南的刘瑞和江苏的崔玉洁 崔玉洁也是一名小将 2002年出生今年也只有19岁 在今年比赛中发挥的都不错 在我们之前预计的全国冠军赛中 崔玉洁是获得了该项目的冠军 对 其实不仅是我们设计项目 其他所有项目的话 在上一届 就是二清会的时候 有很多2000年以后的新手 优秀的这些选手都已经有限出来了 大家看到最小的参与本场决赛的运动员 是2003年出生 年龄最大的是1988年 是两名运动员中间也有15岁的年龄差距 这个设计项目应该也算是运动员这个运动年限比较长的一个项目 对 是吧 我们在赛场上经常能看到这种新老力量交替 在同场竞技的这种画面 有很多优秀的选手 他甚至于可以打奥运队 是 就像我们之前的王一珠 他一共是参加了 七届还是八届的奥运队 是 我们的队外 由于留位越高的第一位 领先排队单位的承诺先积重 毕业排队单位的选心结合 与卓主组会 他们与卓主组会 他们与卓主组会 同样的相差依旧 将一组会 将产生了本场带的激励 并且 并且 毕业排队单位的特别是 陶家 王清清和张静怡 他们与毕业排队单位的应用员相差依旧 我们看看经过刚才前四组的射击 江苏的小将史静怡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八名 那么下一组射击结束之后将会产生本场比赛的第七名 目前三名选手并列 所以这一组射击 对运动员都非常关键 对运动员 大家看到每一发射击之前 运动员是有一个准备姿势 这个时候 环板上的指示灯是红灯 当指示灯变为绿灯的时候 运动员才可以起枪射击 第五组射击结束 恭喜曹丽佳获得本场比赛的第七名 场上也是出现了多名运动员同分的情况 有四名运动员目前并列第二 第五组射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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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要进行结束 运动员击结束 我们看这个二组射击结束 第五组射击结束 第五组射击结束 第二组射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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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组射击结束 第五组射击结束 第二组射击结束 三组射击结束 三个人同分 绝赛 绝赛 非常激烈 运动员的比分 都咬得非常接近 我们看到现在画面前方的是来自湖南的刘瑞 2000年出生的运动员 三名运动员将通过单决的形式 由两名运动员能够继续留在场上 进行决赛的争夺 被淘汰的一名运动员 就会获得本场比赛的第五名 进行决赛 所以都是两中前四八 像这种情况就会继续进行单决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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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就是凭体力 凭意志 凭基本功 有一种棋逢对手高手过招的感觉 主持人 发竖 第一发只有刘锐 王清新跟崔宇杰前两发都没有命中 刘锐前三发都已经命中了 目前三中领先 我们看现在前四发过后 刘锐应该已经确保自己能够留在 参加比赛 最后一发崔宇杰命中 那么恭喜王清新获得本场比赛的第五名 现在场上还剩下四名运动员 分别是来自江西的熊亚轩 来自江苏本省的运动员崔玉杰 来自湖南的刘锐 和来自福建的张静静 如果从头上传世上 来自给我们的家伙aka 需要加观看 场上的四名选手 反差都非常接近 这一组射击结束之后 将会产生 那么剩余的三位选手 将继续进行讲白的角逐 这一组五发刘瑞表现得很出力 完成了五发满重的成绩 那么这一发射击结束之后 江苏本省的选手就获得了第四名 目前将继续成员本省发挥 太太分类 在连续二位的 也是刘瑞的乐性表现 将与张继续之间交叉依旧 下一组将成员本场代表三名 观众朋友们 下面将进入五角 来跟国队 让马克雷掌声送给场上三名选手 一同加油 场上还剩下的三名运动员 将会对金牌发起冲击 我们看到三名运动员的 环差都非常接近 接下来这两组的设计 对于运动员非常关键 对于运动员的 对于运动员的 恭喜来自湖南的刘瑞 获得铜牌 张继续这名选手决赛能力 还是比较突突的 他之前在2019年世界杯总决赛中 也是获得了该项目的冠军 对于运动员的 味道 最后五发 两个人只有一环的 一个命中的差距 平了 继续打平 还有最后两发 好 我们要把悬念留在 最后一发了 还是张静静 最后一发 那么恭喜张静静 获得本场比赛的冠军 恭喜熊亚学 获得本场比赛的银牌 恭喜刘瑞获得本场比赛的铜牌 恭喜张静静 获得本场比赛的冠军 现在大家看到画面中就是获得奖牌的三位选手 那么女子25米手枪决赛就为大家转播到这里 明天中午1点15分 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女子10米7手枪决赛的现场直播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比赛 感谢您的收看 谢谢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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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